可爱吧 是不是有点想养呢 别着急 看完再做决定也不迟 狐狸真的适合做宠物吗 今天我就来说一下它的缺点 首先就是之前说过的排泄物味道 如果会使猫杀还能好点 但并不是所有狐狸都教得会 如果碰到学不会的 拉到你的床上 那可就快乐了 其次是它的拆架属性 毫不夸张的说 它所到之处犹如台风过境 其破坏程度甚至能远超二哈 来来来 大家欣赏一下这冰山一角 最后就是性格问题 虽然熟悉之后也会变得很黏人 但狐狸天性多疑 易怒且神经质 不像狗狗那样温顺 饲养过程中很有可能被咬伤 当然事情是两面性的 肯定也有懂事听话的狐狸 我所说的只是我经历的 和朋友们普遍反应的问题 看到这里你还想体验一下吗